中華職棒下半球季七月二十四號開打 四隊補賽舟之後 緊緊休息四天 又要展開漫長征戰 我們也送上列強的觀察重點 首先討論上半季二十三勝三十七敗 敬佩莫作的富邦漢將 特別是經歷了胡帝 熟姬事件之後 總教練洪林中 能夠率領漢將 返神嗎 二軍沒有在球隊裡面 還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時間點來用 但是事實上我想這對於教練團還有球團 也是陷入一個兩難 因為好不容易在上半季 如果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也開始做一個重建 然後重用新人 那你如果任何一個時間點 這些老將再回來 那我想對於整個球隊的一個 包括氣氛也好 包括接下來要怎麼樣的一個 長遠的一個發展 可能都會帶來一些變數 漢將想要揮別烏雲 重拾競爭力 至少擺脫這B段班 也是難霸天統一式的目標 上半季他們二十六勝三十四敗 只比富邦好一點點 投手群防禦率六點五五四隊最差 對戰中信兄弟二十戰更拖了十六敗 這殘淡的戰績是最大致命傷 那如果展望下半季來講其實跟任何一個球隊都一樣 就是說他的羊頭事實上是更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因為他今年不但有戰力不服的 那也有提早離開臺灣的 那事實上這個都都是過去統一師的原本羊將是他的強項 那你至少人選人手得補齊 所以這部分來講下半季理論上他應該也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加分 獅子軍從前幾年孔元變成孔相 已經讓菜鳥主帥秉總很頭痛 而且除了投手之外 游擊洞該游誰來扛 更是燙手山運 也都攸關統一 在下半季的戰績能夠反彈多少 來天室 黃人紅紅 華君 採訪報導